最近国内发生了好几宗涉及到国家机构的一些安全事故 突然之间像是提醒国人我们要居安自卫 先是上个星期五 有个男子就突袭了柔佛乌鲁地南警察局 他拿着八冷刀而且用枪 然后杀死了两名警察 其实在同一天又有两个男子拿着刀 试图要闯入国家王宫 而昨天又有国议员接到了死亡恐吓 这一连串事件真的是拉响了安全警钟 内政部长塞福丁今天就说 警方和内政部严正看待这件事 并且将会深入调查 确认这些案件到底是随机干案呢 还是密谋策划的一系列行动 那根据警方透露的最新进展 上个星期五涉嫌持刀 试图要闯入国家王宫的两名嫌犯 在今天上庭面控 吉隆坡总警长鲁斯迪就表示 两名嫌犯分别在刑事法典下 被控刑事入侵和企图犯罪 两项罪名 两人都认罪了 那简单回顾一下 上个星期五 有两名男子开着一辆四轮驱动车 试图要闯进国家王宫 被警卫拦截之后 还在他们的车内寻获一把巴冷刀 两人当场被逮捕归案 那目前警方还在调查 嫌犯的干案动机 那至于我们说 收到这个死亡恐吓的国会议员呢 他正是势不跌 行动脑势不跌国会议员 郭素沁 郭素沁昨天晚上在面子书上呢 就发了文 他写到呢 前天他查看他公寓信箱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封恐吓信 纸上写到 你会死 等着吧 里头除了有一些污蔑种族的粗言会语 更吓人的是呢 他说信中还附有两枚子弹 他就感到非常震惊 他说他今天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就说这是他第一次摸到子弹 整个人都吓坏了 同时呢 他也对收到恐吓信感到很不理解 他自认过去也没有什么很争议性的行为 或者是言论 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挑中他 那对于行动党 是无敌国会议员郭素沁 面对死亡恐吓 那同为行动党的多名同僚 也站出来声援郭素沁 谴责恐吓者的行为 那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今天发文告就表示说 即使在政治意见上有分歧 那我们的社会也不能够容许暴力的元素 并强调全体行动党的领袖 将跟他一起面对 行动党国会议员林丽颖也发文告 呼吁全体的人民共同抵制和谴责这种极端行为 并强调在文明社会当中 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是绝对不能够被接受的 同时身在敌对阵营的伊斯兰党 这回对郭素沁收到子弹和死亡恐吓的遭遇 他们也看不过眼 他们说会和郭素沁站在统一阵线 伊斯兰党总秘书打基尤丁 昨天晚上也发了文告 他强调身为马来西亚人和国会议员 郭素沁有权享有国家法律规定的保护 在生活当中免受恐吓以及威胁 国盟全民团结主任兼伊斯兰党国会议员哈利马 他也说尽管大家的政治理念不一样 但是他和郭素沁其实是朋友 这回他也要声援郭素沁 他强烈谴责暴力恐吓文化 国会议员郭素沁在收到死亡威胁之后 就马上到巴达林的警局进行投报 吉隆坡总局长鲁斯迪昨天就发文告证实 警方将援引刑事恐吓条文展开调查 也已经派出见证组的官员到案发现场检查信将 并向两名证人录取口供 那警方呼吁民众在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之前 不要随意揣测案情 以免引起社会恐慌